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恐怕不好 并不是我真的要唱衰这个内阁 而是说我们换了新内阁 没错 那请问一下 我们换了立法院的国民党了吗 没有 国民党在立法院 还是那些委员嘛 那这个所谓的新内阁 你再新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党 没有办法配合这个改革的话 因为内阁再换也没用啊 好 国民党现在说 他们要由党纪 来这个处分这些的立法委员们 如果他们都没有到的话 或者是没有去表决的话 就要罚一万块 所以现在公布了成绩 55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一共要被罚300万 还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哪一些人要被罚呢 表决人不到 罚钱是王道 罚最多的叫做谢国良 谢国良 奇怪 玉方兄 加姆系你们的前任书记长 你们的党编 他被罚最多33万33万的意思是什么 33次表决没到了 有33个案子他没有去表决 罚20万到30万的 里面还有蛮多大家认得的 很多 好 那10万到20万的了 在这边 10万以下的 包括党编自己 吴玉生 赖世宝 林德福 被罚10万以下 没有被罚到的 每一次都到的 叫王静平 洪秀柱 林洪池 林玉芳 蔡景龙 一共9个人 所以一共55位国民党立法委员罚了300万 林玉芳 林委员 你干嘛每次表决都到是吗 你真的没有被罚钱 没有没有 我说实话 我还蛮同情 有些的中南部的委员 因为中南部他们很重视 这个人情毅力 所以婚伤喜庆 特别是你的大庄角 他们家有办婚伤喜庆 你没有到 这个是对自己来讲是非常不礼貌的 所以有时候刚好碰上了 你说他一次两次三次 没有办法来投票 我觉得都情有可原 十几次啊 三十几次啊 这个说得过去吗 基隆好像很近 所以今天本来我找林玉芳林委员来讲 就说你看 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被罚 其他人大家都被罚 结果他还来帮他的同僚讲话 是为当初大家有定下这个规矩 对对有有有 对定下这就是党纪嘛 对 那所以现在党内的反应是怎样 愿不愿意被罚 我觉得愿不愿意都应该要被罚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被罚了 你就不要说话 因为你约束去对自己不是太好 当时这个都讨论过了 而且要罚钱也请大家有签的字 真的啊 你说有些人可能有一两个人没有签 但是你没有签也是要造罚了 因为家有家法党和党纪 家有家規党和党纪不会有国法嘛 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党纪的话 这个党就没有办法维系了 如果说不来投票也没有事 来了不投票也没有事 投跟党不一样的票也没有事 坦白讲这个党就垮掉了 所以说实话我虽然这样讲 可能对有些同事不太礼貌 可是我觉得这个处罚是必要之二 你如果认为是不好的东西 也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尤其这里面有人也当过 党团的干部嘛 你当干部的时候 你也是举着牌子 要人家投支持或是投反对嘛 那你不如说你现在干部不当了 然后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来投票 我如果这样 平行而论说这个话会伤人 但是我是不得不讲 我讲这个话是为国民党好 而且我们国民党的朋友们 也要注意个问题 民进党是造法的 你们看民进党有哪个立委 敢找出来为自己身边 民进党的是怎样的罚则 他们一样啊 就是一样 所以其实在立法院当中 这个国民党的党团 是不是该做这样的要求吗 该不该有个纪律 这党纪啊 这个当然应该了 这个可是我觉得它这里面 其实分两种 一种是不分区委员 那现在看起来只剩下 这个9个人没有被罚钱 也就是说只有9个人是 完全遵照党纪 其中还除掉了 不分区选出来的院长 副院长 对啊 还有林洪池 那个大党边 那剩下的 那吴玉生是因为他有一次 那个忘记去投了 对不对 他就举牌了 忘记去投了 他自己也罚钱 他自己也罚钱 所以9个里面去掉3个这个有党就院长副院长党职的还剩6个那林委员之外还有几位那不分区委员总共有16个人啊 那剩下的这两个还有14个啊 对不对 那你们14个到哪去了呢 你连不分区委员都没有好好的进不分区委员的签责 我想要解一下 民进党是罚多少钱 如果没有来表决的话 民进党罚的钱比较多 我记得他们有时候中药的好像案子一次就罚好几万 对 他罚的比较多 但是我在民进党委员是说 因为我如果真的不支持这个案子 他就是我先罚钱 然后我表态就是说我不支持 但是我先罚钱 对 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因为他行之有年 但是其实国民党这一次 其实就像我今天打给吴玉生啊 因为他很生气你知道 因为很多国民党立委就骂他 说他乱搞啊或什么的 柯正猛于虎 你知道他真的气疯了你知道 他后来就跟我讲 他就讲了一句 他说我这个会期当书记长 我遇到的状况 你下个会期的书记长也会遇到啦 你大家都不要讲我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次钱没罚到的话 其实后面下一个会期 下一个会期有多少的案子 所有年金改革的案子 全部在下个会期要过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党记的话 看起来就知道完蛋 他有种他就站出来说 我为什么那天没有投同意票 哪一个案子我为什么是弃权 哪一个案子我为什么违反党记 那你总要告诉我 比方有人罚了33万 那到底哪些案子你反对吗 我33个案子我都不愿意表决 那像有些人是什么十几 就是20 30万 每一个都非常清清楚楚的记录 你就出来讲清楚 什么叫柯政猛云府的这些都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在干什么 今天有一个很好笑 因为我去要那个 因为他们是发给各个委员嘛 就是你那个统计的那个表 然后我就跟他要 因为他是给各个委员的 所以是统计他的 然后你知道每个委员都很生气 但是我们说委员 那你不能你那张统计表借我开架 然后每个委员都收起来 对啊 因为上面会写嘛 会写清几 就说你多少钱对不对 对 所以这次是会期结束算总账嘛 对啊 我先讲说其实台湾人民真的很有智慧 那个国民党的立委呢 通常都称为蓝委 就是这比较文言文艺一点 就是盲长的意思 没什么作用 但是常常发作起来就痛得要死 郁芳兄打他 我觉得还认识不改 这是盲长 但是你看这个盲长是什么 第一个 其实一个民意 你们不是代表你自己 你是代表你的选民 不管你是分区或不分区 每一次的表决 其实老百姓已经在计较了 表决不到 院会再开 你凭什么领薪 所以表决不到 本身就已经对不起选民 再过来 我当了一个党的规则 还有隔了这么多年 一个规则摆在那边 这是国民党的 就是那种烂啦 那种乱 烂的那个样子 哪有定一个规则 五六年不执行 偶尔来执行 这当然一个规则没人相信 再过来一个更夸张的是 你一个有诈识的人 我可以不赞成党的意见 但是我要出来跟选民讲 这叫责任政治 所以说国民党 难怪今天 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个 坦白讲是300万 对国民党来讲也是小钱 对第一名的谢国良 我相信33万也是小钱 但是大家会看到 果然国民党 美牛案 你不赞成这个 你就可以讲话吗 我说我不赞成 所以国民党要我投赞成票 我投不下去 然后这是 这一万块我罚当成一个代价 对啊民进党 这方面民进党 当然民进党其实这方面 是比国民党立委好 不过民进党党主席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国民党很惨 因为他那个会选 那个罚钱他也罚很多 对不对 那个会选 发到会选的政党 他有地方党部也罚很多 党中央也罚 我替国民党讲个句话 你说有些人没有来 不过他你看国民党中药的案子 基本上大概都可以通过 你现在大概没有办法举出一个 一个例子说 这个法案是国民党要的 最后没有通过 是没有的 所以国民党是有点懒散 但是并没有那么糟糕 第二个呢 我觉得政治文化也很重要 我真的很替中南部的立法院的同事们 同情 我这样表达同情 因为真的在那种比较乡下的地方 对这种分商喜气 是看得非常非常重的 你说要他每次都在这个地方投票就很难 所以有些人如果三四次 四五次没有来投票 应该被原谅一下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看不起国民党 说他们没用 认会是什么时候 礼拜二或礼拜五 台湾人民间习俗里面 婚伤起庆 还很少是礼拜二和礼拜五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那些 不愿意来的人的借口 要吗 如果你拿出没有请假 因为美方兄真的是 非常的善良 但是我这也讲说 请问中南部的立委的话 请问是蓝的多还是绿的多 当然是绿的多了 所以绿的都可以来这边投票嘛 都可以来表决嘛 而且高铁票又免钱 对不对 就是啊 高铁票不要钱啊 我觉得最不够意思的 不正气的就是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出席嘛 你不要讲什么不公道啊 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那个你就算参加分参喜庆 你也可以把名单列出来啊 这个告诉我们你在干什么 好 郁光兄兄弟讲说其实没有一个法案是说国民党不要过 要过但是没有过的 那是因为现在还有机会挽救 因为国民党还没 还在半数多一点 那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 下一次为什么还要再让国民党多数了 没用 没有用嘛 因为你一直这个党的一个表现就是这样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请问一下蓝伟是笨 是懒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美牛爱好 这个4月份去年在野突袭提进美牛 初次投票39比42谁赢啊 民进党再也赢哎 第二次再负表决 44比44平手哎 结果怎样 王金平用院长上面投一个否决票 挡下了整个案子 修实官法 出审的时候蓝伟郑如芬缺席 民进党零检出的版本 一票之差闯关成功啊 零检出哦 然后呢删首长的特别费 绿委看到蓝伟缺席 所以突袭删掉了陈冲的特别费 成功没有 成功 成功了 然后就是一个12月28号就五都原乡行政区恢复自治公法人案 这个案子非常的声色 好 那结果是怎么样 国民党发动假动投反对票 表决后来平手最后是怎样 还是王院长投一张反对票 挡下了这个案子 所以这整个的事情并不是现在国民党已经说 最后都还是还不错 还算圆满 整个过程已经惊涛骇浪了 这事情还会再发生的吗 不是吗 不是因为他们其实说我们这个假动 就因为委员在这边 其实假动都不是当天早上才讲 就是他前一天其实简讯就先出去了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一次你知道这个案子 我其实在看立法院 有时候其实比较糟糕的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因为以前 虽然有党记在 那以前你委员可能不来 我请个假 他也说你有请假就算了 或者是你有来院会签到 我也算 可是你知道因为现在有些法案 有比较有争议 所以委员就钻漏洞你知道 就我来签到 签完之后我出去上厕所 然后可能表决的时候上厕所 可是上的比较久一点 可是你知道那表决的时候 是一个按一个按 一直在表下去 所以你如果说今天每一个人 通通都要用这种尿盾的方式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离开 确实就发的比较多了 所以现在55个人发300万 请问收不收得到国民党 有没有这个党记可以 你觉得他做不做得下去 现在 做不下去 现在是有委员是讲 他就讲说 比如说像我讲有个委员 他讲说原乡行政区那个 他说我这么多原住民立委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遵从党团的决议 然后我通通都投反对票 结果我回去的时候 被骂得要死你知道吗 结果你还要罚我钱 他就讲说我不罚 为什么 他说这是我从我这个账户里面扣 你国民党党团又不是什么 什么公家机构 你凭什么自从我账户里面扣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次的 这个55个人罚300万 我们就来看国民党 到底这个党记 能不能够执行下去 如果这个党记 没有办法执行的话 这个立法院几乎是一个 没有用处的地方 我现在对林委员比较担心 因为看到这里面的话 你最不和群 所以他第一个地方 同事讲话呀 对不对 真的是他没有被罚到一毛钱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 这是政治应该有的态度 你如果是美国的参议员 他如果敢这样投票的话 他会被怎么样修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问 请问马主席 这个现象 是不是马主席 担任主席的时候的 发生的现象 请马主席做一个好的主席 所以请问你他续任 你还能够改变吗 如果继续立法院是这样的话 不要讲什么什么改革 任何一步都踏不出去的了 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听伤 来 敬畏 现在这个苏贞昌主席人 现在正在日本 我想他今天一定真的是 非常的火大 因为今天公布了一个民调 说他的民调 大家对他的期待 跟小英大概差了一半 苏主席到底是最近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他现在在日本不是要先去见那个 石原胜太郎吗 是不是能够挽回一下他的声望呢 他是不是要去见这个 极右派的石原胜太郎 我先请任君你的了解 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 其实本来是他们民进党里面的人 在跟记者聊的时候说 苏贞昌要去 然后记者就会问嘛 说那你要见什么人 对 其实苏贞昌从头到尾 他并没有讲说他要见石原胜太郎 他其实自己没有口口讲过 可是他的就是幕僚确实有讲说 他会去拜会这个在野党的部分 那就有人就揣测说 见在野党是不是会见石原胜太郎 所以其实是媒体先写了说 苏贞昌这一区是日本要见石原胜太郎 可是这个消息见爆的时候 其实民进党中央第一时间没有否认 他其实没有否认 他后来为什么否认 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个人叫郭正亮 他就不断的写说 这个极右派这么危险 居然苏贞昌去见他 所以党中央才发了一个新闻考 去反驳那个郭正亮的说法 可是他并没有反驳 那个媒体之前的报道 不是 是说 而且特别强调的是单独见 所以可可你看到说 苏贞昌强调说 他可以单独去看到石原胜太郎 我这个本来我觉得 他应该不是那么笨你知道吗 那个以他的那个智慧 他怎么会去跟这个极右派的人一起见面 那你不是有病啊 你跟石原站在一起讲什么 钓鱼台是日本人的活动 对啊 日本的 那你以为你是李登辉先生吗 因为李先生才说 钓鱼台是日本的 那你跟他说 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吗 中华民国也不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国是台湾国 那你要说 钓鱼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吗 也不行啊 那去见石原干嘛 所以那时候郭正亮骂他的时候 我觉得 应该是事有欺笑 后来发现 他不是把国民党的那个年 年金改革案搞错了吗 什么六四五五他都搞错了 他可能把石原胜太郎 想成了是另外一个什么 石原一大郎啊 或者是他以为安倍晋三 也叫石原胜太郎啊 也叫石原胜太郎啊 总而言之他本身他自己 东跟西 A跟B 他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已经对我来讲 他已经完蛋了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草包这个plus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这件事情 他就显示出 原来他所有犯下的错误 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他程度低 你还是觉得他仔细是没搞清楚 我觉得他就是根本没搞清楚 他还以为说到日本要见个人不错 哎呀好啊 上次小英年见很多人 这个人有名啊 因为在台湾石原胜太郎 是最有名的日本的政客了 他就想着说可以上个报啊 可以让他自己有国际观啊 要不然就是他身边的人有间谍 你说从单独要见石原胜太郎 是把他当作一个此行日本的 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攻击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宣传用的 到后来是变成说 不单独 也就是说可能是大家 一大堆人来见一下石原胜太郎 那到现在呢 到底要不要见石原胜太郎 已经没有再做任何的解释了 所以创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苏贞昌这个人呢 过去的时候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 以执行力见长 是啊 现在大家才知道是 只以执行力正常 他就只有这个内部的执行力 过去大家都相信说他在财经呢 他也没有专长 然后能够理解到多少 大家其实是蛮迟疑的 对于国际事务呢 大家也觉得他没有专长 那这一次石原胜太郎事件 完全证明了他真的是 一定要加这个字 只以执行力见长 所以他真的就是搞不清楚 国际上的趋势 石原胜太郎事件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因为全世界这一年来的风暴 都是石原胜太郎搞的 所以你要见他不见他 你就是一堆人见或什么 当你一见到 你一定被人家做文章 那一定做文章的话 这东西绝对苏贞昌是 讨不了好处 那当然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我最喜欢讲 台湾两大党主席 一个可能搏脚 一个做了轮椅 那时候轮椅呢 就被基本教育派 极右派的极端基本教育派 推着走 所以他搞不好还真的以为说 就是这些人跟他讲说 我帮你推过去 跟石原胜太郎见面 他还以为很高兴 可以拉着他手站起来一下 所以我觉得今天树贞昌 如果树贞昌 连见石原胜太郎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他都没搞清楚的话 那这个恐怕判断力 是真的是有点问题 他执意执行立胜厂 他过去的判断力 从中国数学委员会的 把夏郎廷骗一下 到什么核四要绑公投 到罢免 到罢免立委到总统 到113游行 最后十分钟 突然说要罢免总统 罢免立委 我觉得他本来躲起来 大家还以为 我们都还以为 他还有点隐藏的实力 这样才发现 他什么只有执行 他只有那么傻不愣登的 乌龙的执行力 这人的判断力跟智慧 超越我们过去 对大家一般印象 很多民进党内部人士 才说 你们现在才发现 我们早发现了 其实国民党里面 有很多人跟我讲一句话 我们的立委虽然糟糕 我们的内阁 虽然大家很有意见 但是我们不怕 因为有苏贞昌在 这也太好了 我们是不是会 误会了苏主席 因为苏主席 说明去见石渊胜太郎 是去跟他抗议的 是代表台湾 去表达一个 不认同他的立场的 我这样讲 其实苏贞昌的看法 是某一点程度 是代表民进党的看法 而且说是民进党支持者的看法 独派的 他们对日本 是有一些很特殊的情节 这样的一个情节 当然是李登辉 是最明白的表达出来了 日本天皇使的时候 我还比你们日本人 还要悲伤 这样的话都讲得出来 可是民进党很多支持者 是分享李登辉这种看法的 那讲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我在立法院的经验里面 其实对我们海巡署 这样的勇敢的去赋予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是有人是有意见的 你不看前阵子 苏文昌本人也讲 说海巡署 马政府这样子的去保附 保吊船 去钓鱼台这样宣誓主权 他认为这是不对的 他认为这是影响了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因为钓鱼台 不是一个很虚幻的主权的问题 这是攸关宜蘭的 这么多渔民的生计的问题 你们这样一个态度 去讨好日本人 我们现在正在跟日本 要进行第18次的渔月谈判 那我们如果如果谈得下去 有这样的反对党 那我们执政党要如何 跟日本人去谈所谓的渔权 人家早就完全看透了嘛 对不对 这就尴尬了 那现在如果要 苏贞昌主席要见到 石渊善太郎请问是要跟他 哈喽哈喽你好我好 sayonara 还是说我要给你抗议 我们的台湾的主权 不容够这个钓鱼台 还是我们的 还是说 我们大家好好谈一谈 我会支持你还是怎么样 到底 你总得要有个态度 你现在见到石渊 苏贞昌现在尴尬耶 怎么办呢 他还可能不知道他尴尬 那就 连我们都会知道他尴尬了 其实苏贞昌已经定调了 你看他的讲法就很简单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跟中国大陆 联手在处理钓鱼台问题 他这个我从民进党这边 大概有年轻跟我讲 他不会碰了 为什么不会碰 讲能听一点 李登辉讲钓鱼台是日本的 民进党都没有说话了 你叫他去跟石渊太郎讲说 讲不可能 苏贞昌其实他不会碰 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我觉得 其实苏贞昌有些有点悲哀 你知道吗 就是内政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什么 大家来看说年金改革 你没事弄错一个版本 就被人家笑 火大好不容易看起来 有个气势的时候 你弄出一个罢名 又弄不起来 结果台中补选的时候 你的火车就撞到了 他一直要找一个议题出来 所以你看两岸的部分 两岸的部分那个时候 好不容易感覺上 要往前走一点 结果他就出来打一下吴秉瑞 为什么 因为独派的就出来抗议 结果后来独派的大佬 跑去中国大陆 所以他是到现在你知道 一事无成 对 他没有代表作 所以其实他们本来想 藉由这一个东西 来创造一个议题 他说我在外交的部分是有发展 结果没有想到 又搞出了一个石渊胜太郎 你想想看 现在他去日本大会 这关系是什么 钓鱼台嘛 谁管你去日本建了什么 大家就在乎的是这一点 所以你看苏贞昌 其实讲法定调了 我不要跟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他很悲哀是什么 你知道你不要动不动 就拿中国大陆出来当遮羞部 明白 但是你总要见石渊胜太郎 你见到石渊胜太郎 石渊胜太郎 是做了什么事情 石渊胜太郎是募款 要把钓鱼台买下来 结果日本政府算了 你不要买 我日本政府花钱 把钓鱼台给买了 是这样子引起整个 钓鱼台的风云的 这样子一个人 请问苏贞昌 你见到他 你要说什么 他选过中华民国两次 2008年2012年 他都选过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所以他应该去告诉石渊胜太郎 如果他有正气的话 他应该是告诉石渊胜太郎 这个是他所选的国家的 副总统的这个国家的主权的 如果他有正气的话 如果他代表的是这个 民进党现在的独派的思维的话 他也应该就是我们正常讲 他应该去护我们的渔权 对不对 宜兰渔民的渔权 那其实李登辉啊 他反正卸任了 他在任他也不敢讲 那个是日本的主权 他卸任了他还敢讲说 那个是日本的 他还讲渔民的渔权呢 所以我觉得苏贞昌 根本就是脑子 就是那个一团浆糊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完全 所以 如果这样子的话 回来 你的民调会更差哟 除非他讲一点 他跟那个石渊胜讲说 我也要募款买你的东西 我们都记得 为了调查多所大学的教授 是不是以不时发票 核销研究经费 检方传唤教授到案 结束后 老师们纷纷用衣服遮住脸 快步离开台北地检署 北部案件还在侦办 但彰化地检署 4号又一波新的起诉名单 起诉出内容提到 研究人员不时核销公款 甚至规避采购法 私下找业者 包含中兴大学 17名教授和研究助理 纷纷以贪污罪和未造文书 送交法院 实验尸体各种精密的器材 原本都是教授研究成果的重要推手 如今一期采购维修过程有瑕疵 成为教授贪污证据 涉案人数多达上百人 欢迎回来新闻也做会的 庆桑来做会 我们刚刚讲到苏文昌主席 现在在日本 大家就看他碰到了 这个原来的东京都知事 石渊圣太郎 是一个极右派的 要买下钓鱼台的这个人 到底他会说些什么 但是苏主席真的要担心一下 因为他现在呢 确实在最新的民调里面 苏主席 我们看一下他的满意度呢 这是从中时的这个旺州民调中心 他们做了八百亿人 误差是正负3.4个百分点 他们现在对苏主席的满意度 满意的呢 39% 其实还蛮高的 这个比这个马主席高多了 但是他比上次要大幅度下滑了5% 不满意的升了5% 所以看起来43比39% 他现在不满意还是比满意度 哎 他只是一个在野党主席 他是没有什么 不需要执政的啊 所以你没有什么对他满意不满意 他到现在一个在野党主席 他的不满意还比满意度高 好我们再看一下 哎呀这个就伤 这个就很伤人的啊 这个民进党最值得期待的领导者 好同样的一个调查 蔡英文43% 苏政昌只有他的一半21% 谢昌廷5% 那就不用讲了不值得期待 就这些人通通不值得期待 还有13% 哎这13% 是不是刚好就是 嗯 马主席的13% 好 其实啊 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民进党 那监督政府嘛 也是在野党 大家满不满意你们的监督呢 周时的民调 因为我们两个机构 都做过同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大家一起参考 周时的民调 认为满意民进党监督的是32% 不满意的是56% TVBS在今年的1月4号的时候 也做了一个民调 我们的误差也是 正负3.4个百分点 TVBS的民调说 民进党监督政府满不满意 满意的30% 不满意的47% 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不满意民进党的监督的 所以从这里一方 怎么样看说 Coco你会认为说 为什么大家 会对于说 我们先看苏贞昌好了 苏贞昌满意度会下滑这么快 因为他做了一连串的措施 最新的发展是 他的上次台中市立委的补选 你看都还输了1138票之外 他其实没有吹出蓝营的票 蓝营只是没有出来投票 那在选举上你没有这个动力 而且就像刚才任俊在前面讲的 就是一个大火车去撞撞撞 把那一个那么大高的层次 还事先还放给民进党支持者 很多欢喜的期待 很多民党人都以为会领先5个百分点 他那个私下放的这个消息 就是气球吹破牛了 那113大游行很明显看到是 蔡英文比他受欢迎 那因为在那个电视上所出现的 跟这个在路上走的 那找蔡英文签名的人比较多 那你后来前面那个中国市委员会的 那个处理 不管你是里面的意识形态怎样 你前前后后跌跌倒倒吗 大家都知道 谢唐廷被你搞了一个飞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支持度 年金改革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 对 这是最新的 年金改革你搞那个什么飞机 你们这个年金改革所推出的时候 是别人在开记者会 你偷偷抄还抄错了 然后还开记者会 然后错了还不认账 年金改革那个知草率 那个知这个粗鲁 而且那个知这个愚蠢 简直是已经让 你知道现在民进党人自己都吐血 他如果民调高才怪 所以 郁芳兄怎么样看说 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真的是 蔡英文现在一枝独秀 苏正昌现在很难追 他是主席 其实比较有资源 当然现在在讲说 蔡英文是不是最后一定会被提名 这样讲可能还早一点 但是 这个趋势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这民主国家 只有一件事很清楚 其实不需要继续初选 你光做民调就把你做死了 最后就做死了 美国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民调的取样的方法 都越来越精准 越精准了 百姓也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还没有进入初选的大门 你在门外就已经被做死了 我看这个苏贞昌 到最后大概没有办法 苏贞昌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他的国际知识真的是比较缺憾 他比较没有国际知识 如果他头脑清楚的话 怎么会想去跟慈元 盛太郎这样的见面呢 人家囚子要跟你见 你都不应该见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只有日本的右翼喜欢他 中国大陆讨厌他 韩国也不可能喜欢这样的人 美国也受不了 因为他也批评 他也批评说 要把韩国这个主导要抢回来 美国也不喜欢他 美国也很怕这个叫 引发了这个大战 所以他去见一下 可以得罪一大票的人 这也是天才 尤其苏贞昌这样做的话 美国人会好好去考虑说 这样的人值不值得支持 其实美国作为世界上的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他处理很多的东西是不露痕迹的 你像台湾这样一个总统大选 可能包括初选 美国人是会有立场的 美国只是处理的 看不到浮沼的那个痕迹而已 苏贞昌你从外交 你做的这种决定 让大家看到说 这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很愚蠢的决定 你要去见十元圣太郎 而且还放消息说 我可以单独 我们俩可以单独的见面 虽然是愚蠢至极 好 那内政回来呢 一个年金改革 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版本 一塌糊涂 苏贞昌从来没有好好听过一次 他们的年金改革的一个简报 然后就出来 然后开始就乱骂一通 所以大家有看到说 这个主席你们自己没有东西 然后还做错 然后还说别人 还来骂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一连串下来 苏主席受伤很重 其实应该是民进党受伤更重吧 就是到这个时候 刚刚理解你们TVBS的民调 还是1月4号之前 那时候苏贞昌还没有 那时候他是没做什么事 这个时候是1月4号 他现在做了这么多事情 我看恐怕你们的民调 跟最新的民调 也不会差太多 搞不好他不满就会更高 大概差不多 不过现在还是一个礼拜就过年了 所以要讲点好话 我不要担心的时候 这个民调不要再公布了 因为以苏贞昌的个性来讲 他上次就已经输给蔡英文 就搞了这么多事情 结果越搞越惨 掉了5% 你现在在公布这个民调 我跟你保证 他今天脑袋又在想 如果他在日本 有人打电话跟他讲 他就看到这个节目了 看到这个民调了 哇 过年期间 苏贞昌还会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哪个我看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要提醒掉 我觉得他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因为自从他接了党主席以后 我几乎没有看到他做一件对的 对的支持 而且他会乱冲 苏贞昌最恐怕是乱冲 而且他会暴冲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蔡英文的民调 会比苏贞昌多这么多 只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所以很多人对民进党的失望 转到蔡英文的期盼 可是话又讲回来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蔡英文 讲年金的问题 有讲出什么 有学问的东西 让我们很感动的吗 也没有 刚刚那个文有提到 就你今天蔡英文 你今天蔡英文 什么时候接党主席 就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虽然他民调还是引述真昌 可是我相信 他也没有 私自三的这样一个支持度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出蔡英文 针对两岸关系也好 对年金的问题也好 对18%的问题也好 有讲出什么 令我们觉得很感动 然后让别人有所期待的 也没有 刚刚那个文有提到 就你今天蔡英文 什么时候接党主席 是你民进党跌到最低的时候 当时的立委多少席 27席 27席 27席进步到30席 讲实话 进步到40席 对民进党人来讲 他们觉得这个是 一个大进步 可是你已经到40席之后 针对就是现在 藍绿的这个平衡的状态之下 苏贞昌要再进步个几席 确实是有点 这是他们为苏贞昌 所做的这个辩解你知道吗 所以他现在苏贞昌 比较大的问题 民进党内是不是真的觉得 苏贞昌的很多的 到现在为止 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第一没有代表做 第二没有任何 代表做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目前确实是没有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其实党内 因为苏贞昌他比较像是那种 台湾本土企业的大老板 很多东西都是大权在握 所以他并不是说 完全说充分授权给下面 所以你今天真的是说 民进党内他去先 他不只要去揣测 苏贞昌想要什么 他可能要先帮他铺一个梗 你说像吴炳锐 当时的那个 中国大陆那个东西 你说他真的没有 跟党中央沟通吗 他在训习之后 没有想到被大家这么反弹之后 苏贞昌做了什么事情 他不是出来挺他的子弟兵 他是出来打他一巴掌 跟他讲说你这太照劲 其实对 不管是对他子弟兵都是这样 那你做幕僚群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就干脆说 好没关系我就双手一胎 反正到时候事情来的时候 再来看 我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苏主席其实有很多的 形象的建立 是建立在另外一个 模仿他的那个 秋秋秋把他讲出来这一句 最棒的一个slogan的这个 那现在他们 对对 我想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节目了以后 是不是 苏主席稍微这个方面也 会没有互相 这个 素贞昌野 知应的这个 好了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马上再回来 我不能回来 欢迎回来 新闻回来 品桑来坐会 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 就是在彰化县的部分 因为县长卓博园的弟弟卓博仲 因为这个垃圾带的一个彩刻万 现在已经被收押了 可是现在后面还有不断的一些的事情出来 那当然对卓博园其实是比较不利的 那现在最新出来的一个说法就是 县长很爱送大家饭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报道 每个箱子上面都标示了易碎物品 这些全部都是彰化县采购的此丸组合 议员质疑 县府社会处四年来买了82万组 去年重阳节送给县内16万名的老人 后来没发完又陆续送给其他40万户的人家 甚至还送到台中南投才终于发完 没想到今年又再追加 议员质疑不仅浪费公堂 还涉嫌脱离厂商 彰化县政府观光处表示 再追加11万7千组的此碗 费用大概是1300万 除了将作为花在彰化活动的赠品之外 未来一年有任何的活动都可以拿来送人 否认有浪费公堂 还没送出去的四碗份 先堆在西州国中的羽球馆 占据了两个球场 民众抗议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打球权益 好我们来看 看到这一个就是卓县长所送的碗 这个碗从重阳节开始一直送 送到现在还在送 所以一直不断的追加 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或者是弊端吗 这个是大家会比较有点好奇 所以这个碗 其实还有卓博元县长的诗句 所以他这个很认真的用毛笔写 还自己做了一些诗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说 政府活动是不是很会花 如果说我们找另外一个政府的 另外一个市政府的一个来做比较 台北市101年国庆升旗跟慢跑活动 他们参加有3500人参加 纪念品了 他们送小国旗送了6000份 贴纸36000张 总经费花了是22万 那我们看一下彰化102年 他们做这个春节花在彰化的这个活动 他们是只要在彰化消费 你有发票就可以来换他的礼品 那这礼品是什么 就是瓷碗 就刚刚看到的6个瓷碗 一共是11万7000组 他们要给11万多人 总经费花了1400万 同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 我不知道 这个玉芳兄你怎么样看说 这个事情看起来 确实让大家觉得蛮好奇的 一个纪念品需要花到这么多钱吗 他大概要看他的量 他的量大概很大 他大概不是只有送重阳姐 他可能就是一路送下去这样 所以才需要这么多量 那我现在讲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国人都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参加很多办的活动 他准备吃的给你吃 走出来送你伴手禮 你这些钱从哪里来 都是纳税你身上的钱 可是很多的民众呢 你参加公家办的活动 你没有吃到东西 你走的时候没有拿到东西 他就觉得说你做得很差 所以只有校美民意代表 常常在地方上跑 不仅是自己的选区 不仅是台北市也到别的地方 偶尔参加这些活动 才知道说是地方首长 就某点程度来讲 也真的是满辛苦 这样的一个文化 其实应该被改变 常常的聚餐 这个常常的在送东西 那很多的钱 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我并不是 我这个卓博言卓相 给我以前在立法院是统治 但是我坦白讲 我了解地方上的首长 特别中南部是很难尾的 但是即使如此 我也认为说 这个手笔真的是大了一点 我觉得很多事 是适可而止 没有必要做到这么多的碗去送 你们花这么少一点点钱 送人家几个贴纸活动 还国庆 还升旗典礼还慢跑 这样就花22万就结束了 大家还拿着那个很高兴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就你拿到此碗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 是真的是不是太超过 还是说大家真的拿得很开心 而且这个当中 有没有一些问题在 我们其实看一下 这个是 张华先妍李俊玉 他所提供的一个资料 这些都是因为都有公开招标 所以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光是去年一整年 全部通通都是 都送这个此碗 这个此碗总共的分数加起来 一共就是60万份 花的经费大概是5000多万 但是你看到得标的厂商 几乎是 就是这个厂商 都是这几个厂商 而且后来发现 这两个厂商 其实基本上 他们登记的工厂地址 也是一样的 这里面就是会让大家 比较有点好奇跟质疑的 然后这个碗 刚刚委员讲的没错 是一直不断的送 而且长期的在送 从2009年到2012年 一共是82万组 总经费花了一亿两千万 就是送这个碗 我们并不清楚说 是不是彰化的纪念品 只有碗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东西 如果还有其他的纪念品 再搭配这些碗的话 那个更不得了 那整个经费是更不得了 还有笔啊 什么环保袋啊 不是还有吗 一堆啊 以前环保袋上也有诗啊 而且这个不可思议的是 它一套平均下来 这个大量制作大概也要 120块到130块 六个碗啊 这个碗你看那个照片 也没有特别之处啊 这种碗 这个成本要多少钱呢 这个 这种碗要多少钱呢 这是个花 脏话的花啦 不同的那个 对不对 那还这个 可能1.2亿 它的成本才多少钱 所以它根本就是一个 制造一个机会 就是去 去A钱吗 嗯 现在看不出来里面 什么弊端啊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当纪念品 是一件非常好的纪念品 请问一下 一天要吃几餐 每天捧着他的碗 一天我们在 一天吃三餐 你拿到碗 你就会想到 县长送的 我觉得这个礼品 是非常好的礼品 说实在 我觉得他这卓博云呢 他可能到了去年 前年的时候 他开始要准备自己卸任 他想选台中也就罢了 后来因为 他的弟弟的人面 蛮广的 有一些财团的老板 很大的财团呢 老板还蛮重用他 因为他跟马英九走 你看2008年 2009年 他开始比较 广泛的建立 他的人脉关系啊 他的 在民众之间的这种互动 因为他那个弟弟 确实帮马英九总统 这个做一些什么 因为他英文也不错 又是北大的博士 那结果后来 我的感觉是 让他们突然做了大头梦 你知道就觉得自己 不仅是台中市长人选 还是未来 像江仪化这样的人 真的 真的 就是而且他的省级也好 他太太也是很清廉的 一个检察官 你是觉得他 我当然听过他们的朋友 或者说这个非常亲密的 有人曾经这样叫我 不要小看他们 说他们未来是凯达格兰的 所以就从这个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 我觉得他们受到国民党 高度的训练 所以才会出这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错 其实碗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就一直不是一个好事 以前的最大的弊端 就是那个金饭碗 我这边去补充说 他真的是 不是指送彰化线 台中南投不是都送到 因为我有时候会去 礼拜六礼拜天 会去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如说南投的山山 在玉山脚底下 在嘉义的阿里山附近 都一些我熟的那些地方上 有声望的人 比如说校长或什么的 就拿 这个是拙县掌送给我们的杯子 还有这个 不才有池碗 还有池杯 送到了那个 不是 新制是丹华县政府过去的 有杯子 有池杯 然后上面也是有刻字 也是有什么 帝博元竞正 所以 所以送 就是纪念品比较送 很多的 其实送个碗 在这个时候 大家失业的时候 有个饭碗不错 可是发现说 里面没有米 没有米就算了 发现我们原来吃的米 竟然被他拿去 拿去买这个饭碗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差 那卓博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连嘉义的 有些人也收到呢 那个蓝头的 因为他就想到这个 我觉得他一定是金庸小说迷 有看 要喊这个 哲备昌生 但是后面就有一个他的梦想 一统江湖 他已经觉得他跟那个神龙岛组差不多 每次大家看到他要喊 哲备昌生 一统江湖 他已经发现说 他不认为他 只是小小彰化县的县长 所以蓝头他要布局 嘉义他要布局 蓝头他也有送一些 嘉义 台中 如果说他继续的在上成长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在台北市 搞不好也会收得到 因为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比较让大家会质疑的 就是说你先前是为了重阳节敬老 做的这个碗 那做的这个碗呢 一共做了大概 一共老人只有16万老人 对 那重阳节敬老呢 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个 这个资料 你就会发现说 他光是为了重阳敬老 就已经有24万份 订了24万份 24万份之后呢 然后他又订了一大堆 所以大概 因为没有送完 所以整个全县的40多万户 每一户都有一份 所以我就说彰化县 人人家里面都有一份 县长送的碗 那这个县民们都有 也就也没关系啊 但是还更超过了 所以现在再订了11万多份 堆在这个羽球馆里面 就为了等下 等这个过年的时候 花在彰化 你只要去彰化做一个消费 甚至买一个 茶叶蛋之类 你就可以去搜到一份 这样子的一份 一份礼物 所以有没有觉得 这里面是不是也 大方到了 让大家有点侧目 不是 我不知道他送完 是要保谁的饭碗 不過现在看起来 周伯玉的饭碗 可能就是有一点问题 你知道 你刚刚看那个 其实我讲真的 就是他怎么算出来 刚理解拿台北市政府 说他办活动 然后花了多少钱做多少份 其实他是需要精算的 为什么需要精算 就是我办一个活动 我的容纳量 能够容纳多少人来参观 这个都是事先 可以先预算出来的 对不对 你今天说这个 花在彰化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他比较离谱的是说 我今天任何一个人 拿发票都可以来 你今天买的这些东西 单价都不是算便宜的 一个都是150几块 160块的这种高单价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种大方送的方式 而且你如果其实看到 就是他资料上面所提供的 都是不断的追加 他用了很多不同的标案 但是标案的名称都是相同的 其中有公开招标 也有限制性的招标 我就会很怀疑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这个标案 你是当初是经过精算的 为什么会有不断的 在追加的这种状况 而且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同样的有不同的公司来看 你看他公开招标 是这一家公司得标 结果限制性招标 是另外一家公司来得标 我就会很不懂 因为我以前其实在公家部门 当过采购你知道 就是你在开标单的时候 就是厂商来投标的时候 其实这个招标人员 他一定很重要的是 先要去审核这个厂商的资格 你有没有去做审核的这个动作 如果没有 还是说你今天是为了要规避说 我可能要规避某种责任 所以我把一个大的标案把它拆开 把它拆开之后我就可以避免 比如说现场可以不用签到名 或者是哪一个层级不用签到名 我觉得这个都是问题 你今天如果卓不愿意说 我可以大放送到这种程度 那你以后就不要出来哭穷 说地方政府多少没有钱 你光玩都可以送到1.2亿 开什么玩笑 多少人在乎这个事情 他中间他还用这个名义还募款 他有一部分金费 还说是募来的 包括他他所有送礼物 他都还说他有一部分募款 那你募款来没有相对的承诺吗 所以这个这个有点 还好幸好现在已经把它抓出来 否则他真的到了凯达格兰塔套 是有点麻烦 而且他的开脱金额都超过百万 他也不是为了拆开 所以就是不断追加 看起来就是不断的追加 而且因为他的产品都是一样 就是晚嘛 对 为什么晚有的时候可以要限制招标 不断之后是要公开招标 单价都不同 单价还都不同 单价还都不同 对 单价都不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会后面会被 技术会被叮叮 太早了